买了一台风填车 开了不到2万公里 我发现真的是买这个日系车是真上当 我买的这个车是2022款的一个风填的一个威兰达 明天我就准备把它给卖了 今天给大家好好来讲一讲 我开这台车的一个真实感受 这台车的一个缺点真的是让我无法接受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板筋是太薄了 安全叙述太差 开这个日系车千万不要有什么交通事故 不然那真的是极度危险 还有就是这个用料实在是太差了 那个车漆是非常薄非常薄的 我感觉用我的支架一划就是一条划痕 因为车漆太薄了 当初我还给我这个车买了之后 贴了隐形的一个车衣 结果刮蹭了几次之后 发现一点用都没有 几乎每一次刮蹭都会透过隐形的车衣 伤到底气 还有就是这个日系车满满的一个塑料感 配置特别的低 现在其他品牌的 还有国产的那种车配置 都非常的有科技感 中控的也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大 非常的气派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个电器 原件也好 用料也都是非常的足 就是这台日系车的一个配置 实在是太低了 指针刺的一个卖速表 还有就是那个 只能听电台的一个屏幕 真的是一点体验感都没有 这个配置真的是不像一台 2022年的一个车 像是一台15年之前的一个车 我感觉都应该被淘汰了 第二点就是底盘特别的不稳 跑高速发飘 而且那种胎噪风噪太大了 一旦车速超过80麦以上 那个噪音大的就像没有关窗户一样 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个车壳子实在是太薄了 我感觉就像是买了一个发动机 然后挣了一个车壳子一样 那第三个缺点就是这个车的一个动力性太差了 2.0自吸的一个发动机 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提速实在是太慢了 平常就是在城市里面那个道路超车 但是相当的费劲 想在高速上面超个车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前面是一辆一辆的车都超过你 第四个缺点就是日系车的一个价格是偏高的 虽然说现在整个的汽车的优惠力度都很大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日系车的一个质感 包括给你带来的一个感受 绝对是不值这个价钱的买了就是上当 它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低了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提到一个日系车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 很多人涂的也就是它省油 就是保值对不对 不爱出什么毛病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第一它其实并不怎么省油 像我这台车市区上下边 整个油耗大概是在10个和11个 我感觉这根本就不算什么省油 还有就是不爱出毛病的一个问题 不得要不承认 风田的一个发动机 它那个技术真的是非常成熟 但是因为这种自吸发动机的一个构造太简单了 说句大白话 就是这种发动机 它都是已经过时的一个玩意 任何一家品牌的一个发动机 都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现在的车 大部分都是那种涡轮增压的一个发动机 日系车的这个配置实在是太低了 简单来说就是里面没有什么电子器件 什么都没有 当然了不爱出毛病 是因为它没有地方可以坏 再说说这个保值的问题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日系车呢 其实并不怎么保值 我这台车呢 是在2022年2月份买的 全款的是22万多 也不算便宜了吗 算一个中等的好车了吧 落地开了不到两年的一个时间 我现在的二手车要卖了 只能卖个13 14万 13 14万左右 大家觉得它真的保值吗 是不是其他品牌的一个车的一个折旧 折损 基本上都是这个 这一个样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买车的一定要看好 不要像我一样买了这种日系车之后呢 又后悔 现在是卖了白白赔掉十来万啊 真的是 我感觉到将近十万八九万块钱 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如果买车 还会选择日系车吗 大家觉得日系车真的好吗 这些问题你们都遇到过吗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多多留言 多多讨论